前几节课呢 我们把我们的搜索页面 我们整体的去完成了一下 这节课我们开始呢 先来处理一下我们之前遗留的问题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返回的一个镜头 当我们去点击它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返回到我们的首页才对 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我们先找到NeoBar NeoBar的话 我们找到我们的返回呢 是在这里去实现的 我们去给它添加一个点击实践 我们叫Back 而且我们注意一下 我们这里需要给它加一个条件 VGON IF 就是只有我们在40页面的话 我们才去显示我们的镜头 然后Back呢 我们去注册一下 来到我们的Method里面 我们去注册一下Back Back我们要回到首页 回到首页呢 我们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呢 我们使用uni.neoget2 我们可以直接去跳转到首页 但是它呢 会给我们打开一个新页面 但是自己不会关闭 这种方案呢 我们就直接pass掉 还有一个呢 可以使用NeoBack NeoBack呢 是返回到上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我们看啊 当前在H5中 我们去刷新这个页面 我们去返回 它会返回到我们当前页面 因为我们的页面站呢 它之前是没有任何的页面的 因为它就没有之前的页面 所以它也不能返回回去 这个呢 我们可以暂时保留 我们使用uni.switch tab 我们直接让它去跳转我们的tablebar 我们给它一个url url是什么呢 是pages 然后tablebar 我们找到index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跳转到我们的首页 我们去点击一下 可以看到呢 现在就回到我们的首页里面了 我们再去点击 进入到我们的搜索页面 回到我们的首页 这样呢 我们的一个返回 我们就完成了 然后呢 我们去实现一个我们搜索页面 搜索历史的一个清空的按钮 清空的按钮 我们怎么做呢 其实清空很简单啊 我们找到我们的vuex 在这里 我们其实清空 它的意思呢 就是把我们的history list 这个字段去给它滞空就可以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去写一下 我们叫clear history 那么我们这里呢 首先我们去给它两个参数 参数我们首先 stat.谁呢 history list 让它等于一个空数组 我们不需要传第二个参数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在actions里面 我们去调用一下 我们这里呢 就给它叫clear history 我们这里呢 传入一个commit commit 我们第一个参数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clear history 这样的话 我们就去完成了 我们的一个清空的操作 回到我们的home search里面 我们找到我们的清空按钮 在这里 我们去给它绑定 clear clear 那我们在这里 去声明一个clear的方法 然后怎么做呢 我们用this.dollarstore 代dispatch 然后在这里面 直接去写上我们的这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了 清空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给它输出一个this.show toast 我们给它一个title title叫什么呢 清空完成 然后我们注意这里有一个报错 报错是因为我们没有给它去声明一个k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去声明一个k k等于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去声明一个index 其实我们的k呢 并不建议直接去使用index来声明 是因为我们index呢 它可能会有重复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同级的有两个循环 那么我们的k可能很容易重复 而且它的性能不高 我们一般会使用我们数据里面一个不唯一的 比如说我们一个idea或者一个name 我们用它去声明我们的k 因为这里我们name呢 是中文 而且有可能会去重复 所以我们现在这里呢 就去给它声明一个index 我们就放在这里 当然也是可以用的 只是我们不建议去使用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 看一下我们的clear 看一下我们的清空 我们搜索一个test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我们再点击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搜索一个node node呢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我们把内容清空 这样我们已经有三个历史记录了 这个时候我们去点击清空 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历史记录就已经消失了 这就是我们一个清空的操作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我们去搜索我们的内容的话 我们搜索node 点击之后 我们回到我们的历史页面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搜索历史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刷新一下我们的页面 你会发现历史没有了 是因为我们的voex呢 它并不是一个持久化的储存 在这里 我们每次去刷新页面的话 它都会重新的从这里去开始 它从一个空数组去开始了 会把我们之前的内容给刷新掉 那么我们如何去做一个持久化的储存呢 我们这里需要改造一下 我们使用uni.getStorage 我们使用一个同步的 我们使用本地缓存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History 也就是说我们每次去请求History list的时候 我们首先先去从我们的本地缓存里面 我们去找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缓存存不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我们就用我们本地的缓存 如果它不存在的话 我们就给它一个空数组 同时呢 我们在这里往下面看 当我们去设置的时候 首先我们第一步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uni.setStorage 我们还是使用同步的方法 我们这里呢 使用跟我们上面一样的一个名字 History 然后呢 把我们的list 我们去给它传入进去 那么同样的呢 我们在清理的时候 我们让我们的uni.setStorage 我们的这个名字呢 我们给它一个空数组 其实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个 我们持久化的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刷新页面 首先呢 我们是没有内容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里 什么都没有 我们去给它输入一个node 搜索完之后 我们点击一下 回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可以看到呢 这里有个node 这个时候我们去刷新 可以看到我们的node呢 其实还是存在的 当我们去清空的时候 我们再去刷新 这样的话 我们的node就不见了 这就是我们关于 持久化的一个操作 我们把它去放到 我们的本地缓存里面 所以我们每次请求呢 只要不清理本地缓存 我们这里都会存在 但是我们看一下clear啊 其实我们直接给它 一个空数组 虽然可以 但是这样不好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uni.removeStorage 这样的话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这样去清理我们的本地缓存 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再试一下 看我们可以成功吗 然后我们输入test 我们随便点一个 点完之后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搜索历史 然后刷新页面 我们的test还是存在的 我们点击清空 这样的话 可以把我们的历史记录呢 给它清空掉 然后我们再去刷新页面 刷新页面 可以看到这里呢 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这里有一个红色的边框 之前我们写样式的时候 写到这里的 我们把它干掉 我们搜索一下 搜索一个red 这里一个红色的边框 我们给它去掉 去掉之后呢 我们再刷新一下页面 可以看到呢 就没有了 现在我们整体的一个搜索页面 就已经去完成了 那么我们有一个返回 然后我们有一个双向保定的搜索 我们还有一个搜索历史 点击搜索历史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继续去请求我们的数据 在我们的搜索结果里呢 我们同时也可以去点击一个收藏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去取消收藏 以上呢 就是我们搜索页面的一个实现